老市长胡志强强势回归 这次不是宣战主角 而是相挺过去战友卢秀燕 记者会上又加码请来毛治国 因为这次主打交通议题 这是秀燕担任六届立法委员 所争取的全台第一座环状快速道路 74线快速道路通车 卢秀燕说许多台中建设 包括74线快速道路 捷运和铁路高甲化 都是胡志强市长执政时 一起努力来的政绩 反批林嘉隆团队根本都在割到尾 连坐在一半交给他都要调 还推给田朝的胡市长 那当然非常令人反感 那民进党一直在强调 这条路是他们核定的 可是大家知道 核定只是纸上作业 不是真正的新建 这番言论让台中市交通局长 王毅川也怒了 他说当年的台74线 根本没有大理太平和雾风闸道 捷运蓝险兽组 还是因为当年毛治国退回捷运蓝线 可行性评估报告 我们要请问毛治国副院长 当时为什么要退回台中捷运蓝线的 可行性评估报告 今天还到台中来 说三道四颠倒是非 卢秀燕找来前市长胡志强助政 证明前人重数后人成良 现任市长团队不甘示弱 双方阵营你来我往 蹦出浓浓火药味 这位王毅潮 彭欣 恩尊小组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